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复读那一年 到现在我都没办法忘记 复读的学校在闹市区边缘的城乡结合部 只有一栋楼没有宿舍 没有办法 我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民房 房间在三楼 有一间客厅和两个独立的单间 我和同学一人住了一间 卧室里面很简陋 除了床和柜子 就只有一张小桌子 客厅倒是有一张八仙桌 和一个老式的柜子 房东说这是以前的旧家具 没地方扔就放在这里了 要是不喜欢它可以扔掉 房东是本地人 嗓门很大 但人很热情 和我们聊天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 他嫁过来之前也是我们镇的 念着这份情谊 房租上还给优惠了一些 所以他说要把旧家具搬出去 我们都说没关系 放着就好 其实一开始看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是不满意的 因为窗子外面 就是另一栋房子 中间的空隙 也就一米的距离 因为有那栋房子挡着 所以我们这个房间 根本晒不到阳光 偶尔能看见阳光 也是对面房间反射过来的 除此之外 房间的门 也是那种陈旧的木门 门上的油漆 也都剥落了 里面的床和柜子 也是旧旧的那种 厕所门也破 根本就防不住人 所以对于我们两个女生来讲 确实没什么完全感 不过房东的热情 再加上主动退让了一些房租 所以我们两个一商量 就住了下来 但是住下来的第一天 晚上就出了问题 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是刚搬到一个新环境 不适应的原因 我们租好房子 把东西又搬进来 折腾了小半天 累得半死 紧接着也没休息 直接就去上满自习了 说实话 上满自习的时候 真觉得累 差点大瞌睡 不过第一天上课 那么多人 还是强撑过来了 下了自习 已经十一点多了 回到房子 简单洗漱 把自己摔进床底 直接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觉得身上冷 被冻醒了 睁开眼睛 才发现灯都没关 身上的衣服也没脱 就想脱了衣服 然后关灯睡 可当自己爬起来的那一刻 忽然听到客厅有人走动 一开始我还怀疑是我同学 就喊他名字 珊珊 我喊了两声 他也没搭理我 客厅的脚步声也没了 我就想着 他应该是回屋睡觉没听见 就没再喊他 而且实在太困 也没想出去看 就脱了衣服 关灯躺了回去 刚躺到床上 就听到客厅的脚步声 又响了起来 这次我听清楚了 也不是从珊珊房间里传出来的 而是在客厅躲步 从这头走到那头 然后又走回来 来来回回走个不停 听那动静 走得还挺急 我还一度以为是珊珊的 但因为实在太困 就没管 那脑袋蒙在枕头下面睡了过去 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们俩出门的时候 我还问他 你半夜不睡觉干嘛呢 他奇怪极了 告诉我他实在太累 一夜都睡得很香 根本就没出门 我把昨天晚上遇到的事情 跟他说了 他吃着包子 说我肯定听错了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听到 这件事情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晨读开始 我们急急忙忙地进了教室 第二天一天都很安静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是到了晚上 那脚步声又来了 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 说实话 复读学习很辛苦 从学校离开 回到房子里 本来我还要看会儿书才会睡 但是听到客厅的脚步声之后 实在是静不下心 烦躁得不行 那会儿我还是以为 在客厅脱步的是珊珊 可是拉开门之后 却发现客厅什么都没有 而珊珊的房门闭得紧紧的 我去敲他的门 过了好半天 他才揉着眼开门 问我怎么了 我还奇怪 他怎么睡得这么早 他打了个哈欠说 这都快十二点了不睡干嘛 我又问他 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他摇摇头跟我说 什么都没听见 怪不得是鼠猪的 睡得这么死 回到屋里 我也觉得有些困 就准备洗漱睡觉 厕所在客厅旁边 门旁边就是那个旧柜子 厕所也实在简陋的可以 墙上的瓷砖已经开始发黄 也没有作变 只有一个蹲变 也是黄黄的 看着就脏 蹲变的下面 有一个旧洗脸池 水龙头也是那种旧式的 洗脸池上面贴着一面镜子 镜子列了一条缝 但不影响使用 可能因为厕所灯泡比较暗的缘故 所以总觉得镜子照人照的不清楚 所以那天晚上刷牙的时候 总有一种被人盯上的感觉 盯着我后背一阵阵发凉 而且看那个镜子 总觉得深不可测 似乎镜子深处有个东西 在盯着你似的 我着急忙慌刷完牙 就想简单洗把脸就走的 就在我往脸上打完肥皂 趴在洗脸池上清洗的时候 我忽然感觉左边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但是那种拍并不是实实在在 而是又快又轻 就好像极快地拍了一下 然后迅速拿开一样 但就这一下 吓得我浑身一抖 我连忙着起身来看 可是厕所里除了我一个 哪还有其他人 不过就这一下 确实把我吓惨了 脸都没洗干净 就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 我是和珊珊睡的 她呼噜震天响 我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 我再和她说这个事 她摆摆手 让我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还说 她怎么什么都没碰到 这么多事 怎么全让我碰到了 她的一番话 说得我也怀疑起自己来了 就是呀 怎么回事 怎么人家住得好好的 什么事都没有 到我这儿 怎么全是事 我把这事 归结为自己压力大 而且上一次的高考失利 对我来讲确实影响很大 我花了两个月才走出来 不过珊珊这个人 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真遇到事 她也怂 这一点 当天晚上我就见识到了 下了自习 回到住处 我都准备睡觉了 我房门被轻轻敲响了 我一开门 珊珊半蹲在我的门口 看那模样都快哭了 我让她进来 可是她一个劲地给我摆手 脸色沙白 我还以为她怎么了 谁知道过了一会儿 她哭丧着脸喊我 你快扶我一下 我腿软 走不动了 我连忙起来拉她 掺着胳膊 把她拽到了房间 她这才软在我的床上 然后哭丧着脸跟我说 外面真有东西 就在刚才 她睡前上厕所 正擦屁股呢 忽然感觉左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一开始她也是一惊 可这厕所就这么大 看来看去什么人都没有 她还以为是错觉 当她刷完牙 她正闭着眼洗脸的时候 和刚才一样 左肩部再次被人又轻又快地拍了一下 这次 她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 而且她觉得自己肩膀被拍完之后 还有人在她身后轻轻笑了一下 听了她说的是 我不淡定了 这一夜 我俩大眼瞪小眼 听了整整一夜的躲步声 一边听 珊珊一边紧紧地抱着我 紧张地问我 那个人不会进来吧 进来倒是没有进来 就是在客厅走来走去 一边走 一边嘀嘀咕咕什么 那个声音听起来像个女孩 但其他的就听不出来了 就这一夜 我和珊珊到凌晨实在熬不住了 才睡了过去 当时赶睡也是抱了一种心理 进来就进来吧 再不睡困死了 我俩一觉到天亮 不用说 果然迟到了 到学校的时候 第一节课都开始了 但这一天 我俩哪有心思听课 精神不济是一回事 另一回事 就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可见我们商量过后 决定中午问问房东 和房东一聊 他张着大嘴哈哈大笑 跟我俩说道 哎呦 忘了跟你俩说了 那个卫生间有点漏水 你俩是不是被楼上漏下的水砸到了 你要说脚步声 哎呦 真是对不起 我妹妹生了孩子 就在你们楼上住着 半夜经常要哄孩子 可能是她的脚步声打扰到了你们 真是对不起呦 房东说着话 当即决定免了我们的水费 说是对我们的补偿 我们和房东聊天时 是在院子里 我们楼上确实站了一个抱孩子的女人 站在走道里 轻轻地拍着怀里的孩子 房东的一番话 解决了我们心里的疑虑 而且人家又把水费给我们免了 我们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从那天开始 我和珊珊还老是被水滴打到左肩 半夜里的客厅脚步声也没有消停 但除了这两件事情 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发生 我们都以为没事了 谁知道还有更可怕的事情 在后面等着我们 开学之后一个多月都安安稳稳的 但大概到了十月中旬 开始出问题 十月中旬考了一次试 珊珊考得还不错 但我的成绩不太理想 成绩不好到在其次 我还发现了 父母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缝 说得严重一点 两个人已经到了离婚边缘 我父亲出轨的事情 被我母亲发现 他整夜整夜地不睡觉 不断咒骂我的父亲 咒骂我 知道我考试考得不好 一个劲说 你考这点分数有个什么用 根本考不上大学 还是别学了 找个工厂打工好了 当时我并不清楚 他究竟为什么会说这种话 但他的话实在伤人 伤得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那天和他打完电话 我心很难过 晚自习都没上 就回到了住处 上次高考失利带来的委屈 这次复读的压力 加上他俩关系的紧张和咒骂 我难过到了极点 捂着被子哭了好久 一边哭一边胡思乱想 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想到了死 甚至还想到了好多种死法 当我有这个念头的一刹那 忽然产生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像是泡温泉 暖洋洋的 四肢百骸 没有一处不舒服 而这个时候 我眼前产生了一道白光 我明显地感觉到 那道白光就是让我温暖的原因 而就在这个时候 白光中伸出来一只手 那只手又白又暖 拉着我好舒服啊 我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要跟他一起走 当时的一刹那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但又想不出 不对劲的地方在哪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 耳边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 听到电话铃的一瞬间 我清醒了过来 却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顺着楼梯到了四楼 现在正往五楼走呢 电话是我妈打来的 接起电话的那一刻 她在那边痛哭流涕 一直跟我说对不起 说刚才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说那种话 绝对不是故意的 听了她的话 我眼泪落了下来 那天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多 都是我们以前不曾聊过的 她在电话里跟我说了很多 对我父亲的怀念以及对我的期望 并且说以后再也不会说的那种话了 让我好好学习 我听了很感动 心中的情绪也随之烟消云散 挂了电话 我才想起来 怎么莫名其妙就上了四楼呢 而且到了四楼还没停 还要往五楼走 五楼可是天台 那里什么都没有 我去那里干什么呢 想到这些 我又想起来那种暖融融的感觉 就算到现在我还有些怀念 这种怀念的感觉 让我心里已经明显感觉到不对劲了 看看时间才九点多 屋子里又冷又闷 我不敢一个人待 就收拾了一下出了门 走到大街上被冷风一吹 才觉得舒服了一些 在大街上走了一会儿 也不知道去哪里 索性去了学校 进教室的那一刻 看到明亮的灯光喧嚣的气息 心中一下就缓了过来 姗姗看我来 连忙问我好了没有 我说好了 她不相信 看着我的眼睛 问我是不是哭了 我跟她说了实话 还把遇到的情况跟她说了 听到这种事情 她紧张得不得了 跟我说了前几天做的一个梦 在那个梦里 她认识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穿着炮纱裙 扎着两个马尾 那个女孩拉着她的手 要和她做朋友 珊珊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漂亮 就同意了 珊珊同意之后 女孩就和她做游戏 他们玩了跳房子 跳皮筋 老鹰捉小鸡什么的 玩到后来 女孩拉着她的手 说要带她去个地方飞高高 珊珊兴高采烈地跟着她去了 但越走 珊珊越觉得脚冷 就那么一瞬间 她醒了过来 这时候才发现 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到了客厅里 正光着脚站在地上 伸手要去拉门把守呢 她说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禁不住身后发冷 连问她应该怎么办 珊珊比我果断 说什么都不回去住了 那天晚上 珊珊去了她小姨家 本来她也要拉着我去的 可我不好意思 毕竟那是她小姨 又不是我小姨 珊珊好说歹说 也没劝住我 只好一个人走了 其实我是不敢回去的 晚自习之后 教室里都没人了 我也不愿意走 但最后老实来撵人 我才没有办法 磨磨蹭蹭地回了住处 珊珊在的时候 我还不怎么害怕 现在珊珊走了 只剩我一个人 又加上刚才出现的情况 我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但害怕又能怎么样 我着急忙慌地刷牙洗脸 洗脸的时候 我都不敢闭眼 然后跑回房间 灯都没关 直接钻进被子 把自己蒙了起来 那是漫长的一夜 我越是想睡 越是睡不着 脚步声响起的时候 手机上的时间是一点整 那晚的脚步声 尤为地清晰 这次似乎不是在客厅 而是在我房间里 就在被子外面 擦擦擦擦 心快明亮 一刻不停 我在被子里 捂得透不过气 想露出脑袋又不敢 我在被子里 憋去了很久 一看时间 才过去十分钟 又在被子里憋了好一会儿 最后实在是忍不了了 一咬牙 把脑袋露出来了 脑袋露出来的那一刻 我就后悔了 因为外面的灯 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了 房间里漆黑一片 而在这漆黑的环境当中 我隐隐感觉到 黑暗中有一个黑影 静静地站在我的窗前 而与此同时 房间里的脚步声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被那个黑影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裹着被子 入着半拿脑袋 一动不敢动 我不动 那个黑影也不动 那真是一种煎熬 我想闭上眼睛又不敢 想缩回去更是不敢 陷入了两难之中 而且此时房间里 起了一阵阴冷的气息 那气息就像是屋里 忽然多了一个 打开门的冰箱 冷气缓缓地在屋里流淌 并且透过被子 直直地渗透到身上 没一会儿 我浑身冰冷 被冻得直哆嗦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心中顿时无比地委屈 边委屈边愤怒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只觉得这人 简直欺人太甚 心中有了这个想法 忽然就不觉得怕了 一翻身爬了起来 拿着手机对那黑影一照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房间里空荡荡的一片 虽说房间里没人 但那股阴冷的气息还在 我穿着睡衣 站在房间里觉得刺骨的冷 我又跑下床 把房间灯打开 心里气愤到了极点 这半年受到的委屈难过 全部变成了愤怒 对着空气大骂起来 反正是什么话都骂了 把我这辈子听到的脏话 全都骂了一遍 真的 到现在 我都没有那么骂过人 不过骂过之后 真的很过瘾 简直爽歪歪 这一通骂 我只骂了一个多小时 骂完之后 那冰冷的气息也莫名消失了 恢复了之前的温度 这之后 我忽然想起 我们村老人说的一个故事 说是鬼也怕恶人 现在我骂人这么凶 那个东西 肯定是被我骂走了 想到这里 我还挺得意 就钻回到被窝里重新睡去 本来我以为没事了 可是睡得茫茫隆隆的时候 感觉那个东西又来了 只是这次来 并不是站在床前 而是到了床底 在床底慢慢地敲击我的床板 当当当 当当当 一开始是慢悠悠的 然后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敲到后来变成了连续的声音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这时候 我再次愤怒起来 想爬起来继续骂 可我一动 才发现自己僵住了 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我明白过来 这是被鬼压床了 这一次我丝毫办法都没有 想动动不了 想骂人也张不开嘴 在这种绝望中 一个冰冷的身子 轻轻地压在了我的被子上 他的头发也跟着搭到了我的脸上 顺着我的皮肤滑下来 冰冷 那种感觉是非常让人绝望的 绝望到了极点 但偏偏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办法挣扎 也没办法反抗 只能任由他趴在我的身上 而且浑身一动都没办法动 到了最后我都绝望了 最后还是电话铃声救了我 珊珊打来的电话 担心我有什么事情 所以来问问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 我耳边传了一声叹息 那冰凉的头发从我脸上划过 然后我身上一清 我能动了 能动的一瞬间 我迅速爬起来 给珊珊打了电话 电话接起来 我想说什么 可一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哭出了声 珊珊和他小姨夫把我接了过去 在他小姨那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我给我爸打了电话 他赶过来帮我办了家 我爸一进门直皱眉头 问那个八仙桌和旧柜子 是怎么回事 我和珊珊都不知道 我爸很生气 拿块砖头把柜子上面的锁敲开 里面供了一个小小的牌位 牌位落满了灰尘 上面写着 爱女张晓灵之灵味 前面还摆着三个枯别的水果 看那个样子像屎梨 我爸当时就不说话了 帮我收拾好了东西 沉着脸说 快走 出门的时候 房东还一个劲问怎么了 我父亲沉默不语 看都没看他一眼 新搬的地方离那个房子不远 但也隔了一条街 我母亲也搬过来陪我 搬家之后 我父亲并没有马上让我上学 而是带我去了寺庙烧香 烧完香还拉着我去见了个大和尚 那会儿我觉得是封建迷信 还挺不乐意 见完大和尚 他给我了一个 也不知道什么玉雕的佛像 让我随身带着 那玉都不像真的 跟塑料似的 我爸还给了他两百块钱 回到学校我也没当回事 那玉佛就随便放在床头边的桌子上 但是后来的事情证明 多亏了这个玉佛 我才免遭了一番劫难 新租的房子很干净 窗户很大 也能晒到阳光 虽然远了一点 但价钱也便宜了 而且这个房子是正规的 一室一厅一味 还可以做饭 我住在卧室 我妈住客厅 中午和晚上我都回来 搬到新住处之后 一切都很顺利 没人在客厅走了 也没有人排肩膀了 晚上睡觉也能睡踏实了 状态好了之后 成绩也上去了 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春节 放假之前的考试 我的名次大为提高 老师很高兴 我爸妈也很高兴 春节三天假 放假回来 我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了 整个冬天还都很平静 到了四月份 我妈要回家春忙 一切又变得不一样了 那天下小雨 我回来睡午觉 刚躺下 迷迷糊糊中就听到有人敲门 我还以为是房东就起来开门 门开了 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我看了一下时间 就再次回到床上躺下 这回躺下之后 那敲门声又响了 我心想 是不是起风 什么东西撞到门上的 就没理会 可是躺了一会之后 我开始觉得不对劲起来 因为那个敲门声越来越快 咔咔咔咔响个不停 听到这个动静 我一下清醒过来 因为这个声音很熟悉 就是我搬家前一晚 被鬼压床之前 有东西敲窗板的声音 爬起来之后 坐在床上静静地听了一会儿 却发现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就又躺回床上 这回躺下之后 才觉得真不对劲 因为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这回听得清清楚楚 就在我床下 咔咔咔咔 咔咔咔咔 那动静 就像是有人竖起五指 用指甲不停地扣记着床板一样 那动静虽然不大 但听在耳中很清晰 而且我躺下之后 那敲击声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这下我不敢睡了 一咕噜爬了起来 爬起来后 我才想起来是白天 一把拉开窗边 满眼的天光照了进来 虽然外面下着小雨 但还是很明亮的 看到光 我心里它是多了 就拿过手机打开手电 对着床下看了一遍 这床是简易的木床 撩开床单 下面一览无余 在手电的照射下 床下除了我的两双鞋 什么都没有 这一下我放心了 又像大白天的你能怎么着我 这么想着又躺在了床上 这一回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中午觉 本来我以为中午没事了 可是到了晚上 事又来了 下了晚自习 我回到住处 想着看会儿书的 可是没看一会儿 外面起了风 有点冷 就想着爬到床上去看 可到了床上 我端起书本 我那个床开始轻轻地晃动 那种晃是前后晃 幅度很微小 但床头撞在墙壁上 发出轻轻的震动 这感觉是很清晰的 我下意识地想喊我妈 可这时候才想起来 我妈回家了 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但是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 他都没接 后来才知道 他哪天喝多了 我爸电话没接 我又给我妈打 我妈听了我的话非常紧张 告诉我 她现在就过来 让我等着她 那时候外面还在下雨 而且从我们那道学校 怎么都得三十公里 我妈身体也不好 还下着雨 她过来的话 肯定骑自行车 所以一听她那么说 我就告诉她 现在没动静了 你别过来了 我妈听了还是很着急 让我别害怕 她很快就到 我安慰了她一会儿 让她别来 等会儿我给珊珊打电话 让她来陪我 我妈听我这么说 才放下心 挂了电话后 我真给珊珊打了过去 但是珊珊也没接 我估计她是睡了 三个电话打完 那个床前后晃动 也真停了下来 我想了想 鼓起勇气下了床 拿着手机在床下 前后照了好久 什么都没有发现 想了想 我又到了客厅 前后看了看 还是什么都没有 就在我从客厅 准备回卧室的时候 忽然感觉 左肩后面多了一个东西 然后肩膀 被轻轻拍了一下 就这一下 我差点瘫软在地 不夸张地说 差点就尿了裤子 最后怎么到床上的 我都忘了 实际上我是爬回去的 连滚带爬 上了床就窜进了被子 裹在里面一动不敢动 在被子里躲了好久 我大气都不敢出 就这么一直躲了好久 让我诧异的是 外面什么动静都没了 脚步声也没了 扣床声也没了 床也不晃动了 甚至都不轨压床了 那会儿心也大 真觉得没事了 就从被子里爬了出来 这时候灯是开着的 房间也不大 一览无余 什么都没有 但我仍没有放松警惕 想着床下是不是有什么 就从床上伸着脑袋 往床下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只见床底深处有一双眼睛 一眨不眨的 正在看着我 而床底太黑 似乎除了这一双眼睛之外 什么都没有 我被这双眼睛 吓了一声尖叫 想挥到床上 却发现身子僵住了 趴在那里 竟然动不了了 而黑暗中的那双眼睛 一点一点地向我爬了过来 是的 是慢慢向我爬过来 因为那双眼睛之后 是一团黑影 那团黑影 就像是某种动物 但实在看不清楚模样 在我床底 一点一点地挨到了我面前 那黑影到我跟前的时候 我明显能感受到一股凉气 那凉气的感觉就像是大冬天的 在外面冻久了的头发 然后贴到你脸上一样 被这凉气一浸 我打了一个机灵 身子一下从床上摔了下来 摔下来的那一刻 也不知道怎么摔的 床头柜也跟着倒了下来 那个从庙里醒来的玉佛 啪哒一声摔到床下去了 玉佛摔下去的那一刻 一声凄惨的叫声随即响了起来 其实要说那声惨叫有多响 其实也没有多响 就像小猫叫一样 这一声惨叫之后 我身后房门咔哒 轻响了一下 随即客厅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那脚步声似乎是穿着拖鞋的 啪哒啪哒地出了门 往外面去了 发生了这种情况 我是不敢睡了 赶忙给珊珊打电话 一直打了四五个她才接 她睡得迷迷糊糊的 听了我说的事 啊的一声清醒过来 让我打车去找她 这时候我胆都吓破了 哪敢再去找她 就让她来找我 这一次还是她和她小姨一起来的 不过他们俩来了之后没走 陪着我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我把电话也打过来了 听了我说了事情的经过 陈神跟我说 应该是没事了 没一会儿 我妈也赶来了 我把事情也跟着说了一遍 她差点过去 后来家也没搬 我还在这里住着 一直住到了高考 最后的两个月还好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一切都很安稳 高考成绩还不错 读了本省的一所211 我还比较满意 我爸妈也比较满意 最后她俩也没离婚 就那么凑合过 我大一暑假回家 我妈拉着我说了一件事情 就在我们学校 一个小姑娘 在我原来住的房子那里 跳楼自杀了 我妈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爸刚从外面回来 听了这件事之后 沉吟了一下 给我们说了一件事 就在我从原来 那个房东那里搬家之后 我爸在我们学校附近 专门找人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 原来房东的女儿也是自杀 自杀的原因 就是高考实力 不过当地人都说 那个家的人有病 都说 那个叫张小玲的姑娘还活着 有老头说起来这个 神秘兮兮的跟我爸说 早晚得出事 你等着吧 我爸跟我说 当时他看了那个房子 就知道有问题 又看见房里的柜子 就知道问题很大 一个来说未成年人死亡 哪有供奉临位的 还供奉的是高位 这死的人就给困住了 走不出这个房子 做这事的人 简直丧心病狂 到时候这死的人 被困得久了 事情会越来越大 现在死个小姑娘 还是小事 过两年你再看 事更大 那会儿我已经从这件事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当时听我爸说这件事情 就当个故事听 谁知道到我毕业那年 我爸忽然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了一件事 原来那户人家 因为小姑娘死里面了 租不出去 就把门头改了 弄了个饭店 就在前几天 那个饭店失了火 饭店用的那种大的煤气罐爆炸 在那吃饭的人一个都没有幸免 不光如此 周围几户人家也受到了波及 死了几十人